尼豆子的出现令舵鸡想起了无惨的叮嘱 一个脱离他智废的鬼 如果剑刀必须除掉 然而还不等舵鸡做进一步反应 尼豆子已抢先发动了攻击 不过这次的舵鸡也有所准备 尼豆子刚到镜前就被丝带斩到的腿 一道横向斩击 尤其后 尼豆子直接被腰斩 但随着一声巨响身体砸穿了一楼的店铺 舵鸡迅速从屋顶纵身跃下 一边走向尼豆子一边开启嘲讽模式 然而他的发音还没落 尼豆子便完成了大部分身体的再生 下一秒就连手臂也恢复如初 以上弦一样的再生速度 把舵鸡惊到说不出话 不过更令他惊讶的还在后面 吐掉竹筒的尼豆子 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眨眼间便进入了女王气息满满的鬼话形态 转身之间二人便再次等灵相接 尼豆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连腿攻出 竟然被舵鸡轻松斩断 然而诡议的是被斩断的腿 居然击中了舵鸡的背部 这一击直接把舵鸡打得怀疑人生 他瞬间得出尼豆子 已在再生速度上超越自己的结论 不过尼豆子的鬼话 也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此时炭治郎的弟弟 在他的灵魂中呼唤着 如果再不醒来 姐姐就再也不是他自己了 听到呼唤的炭治郎 偶然惊醒 他能阻止迷豆子的进一步鬼话吗